紐約市罕見細菌性疾病增加可能導致腦膜炎甚至死亡 紐約市自2021年以來共報告了73例侵襲性腦膜炎求菌病 2021年報告了15例,2022年增至19例,2023年上升至28例,而2024年至今為止已報告11例 據紐約市衛生部統計 大多數病例發生在少數族裔中,年齡多在30至65歲之間 該疾病通過長時間密切接觸傳播 衛生部建議21至12歲兒童接種首劑疫苗,16歲時接種加強劑 疾病控制於預防中心也建議有潛在免疫疾病的成年人接種疫苗,包括外肢病患者 如果出現高笑,肌肉酸痛,意識不清或非常困倦等症狀 應及時就醫,治療方式包括服用抗生素 最佳的預防措施是接種疫苗 天下維視記者編輯報導 新聞措置 新聞措置 參與 ンド 確支持